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直打给我朋友说不要他走 我们自己撕掉 我今天错了好不好 我都不开始说了 没事 我们这些都是 嗯 我看了 你俩一路上拉着手抱着 我已经经过这个我撤你死心了 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你跟他做完之后我做完一事了 他这个以后你吃大了什么 我吃二人这个 这些看似意外的反转 其实都有共同的规律 就是法治意识的淡泊 和法治观念的疏漏 有这么短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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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赢得自己的工资 打他吓唬他 把他的钱强行转过来 你觉得这叫什么行为呢 我们一个人三连好了 去跑分 我说你们叫我奇怪的 喂 老师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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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把查得到的 如果是在整个军队 都把查得到的希望就大一些 你是憋着一口气在这里 是吧 你觉得很不爽 游戏的警情 检查室 21楼 21楼 下一个人 2.06 谁啊 警察 谁发的警 你们所做的来了 上个报的警吗 我还是我 什么 怎么回事 说一下 怎么这么多血啊 这血迹是怎么造成的 他们打的 拿了一种水棍打的 几个人啊 前面两个 后面进来 具体进来几个不知道 这个是他们戴着刀是吧 有刀 这么短的刀 还有这么短的刀 我主要还有棍子 这个样子的 专家走路 2800多岁 你怎么回事 那个人电话有没有 没电话 周日就问那个 那个要 完了都有沾山路也走了 对不对 以前认不认识的 不认识 都用批刀上去 认识的网友是吧 是 为什么要跑来长沙呢 根据受害人的公诉 这是一起由线上网络诈骗 黑网贷引起的 线下抢劫商人案件 因为这起案件比较恶劣 所以我们将 受害人在会所里 进行深度调查 看他们几个包 这个 这是巨车库 走安全通道 这6个人 那嫌疑人直接去的804 你告诉他 去的804 我告诉他 就是在那个胖子楼的地方 建成俱乐部 建成管道的 对 对 对 在这里 在这里碰到面 是吧 对 对 没事 这是你 这两个 这不就是这两个 是 通过受害人辨认 我们知道 一共有6名嫌疑人 但是在跟受害人 接头的地方 只发现了2名 另外4名 很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蹲守 这个案件 应该是有预谋的 应该非常的不解 当然 你叫什么呀 从XX不难开走 就是你们是通过什么 取得相互之间的信任 就是XX的 出坟了 什么吧 你是搜索什么东西搜到的 在关 应急 靠谱 秒下靠谱的 操作什么东西 他说对他这事是商业机密 你不过去搞土 不然那 不然那 抛着我的脖领 把我摁底下 把钱拿出来 告诉你们这个吃不饭吧 你自己弄吧 当时他浑身有一点颤抖的情况 贷款的具体细节 他又说不太出来 可能都是一笔带过的 一个抢劫的事情 给他的情绪 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这上面写的啥 你看看 你看得清不 应该是这种 送脑的 送脑的 对 没找到喝啥 再喝啥 喝啥 上网再喝啥 我们的XXX 在对六名嫌疑人进行分析研判的时候 迅速锁定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的身份 钟某 发现这个人很不简单 有多次犯罪前科 这哪个这台招 这台招 这台招 下两个 四五点 四五点 南山路 南向北 南往北就是往 我去这些走呗 就到这里了 好还有一天就上网 绪宗发现他去往了 河西的某小区 一中 一致的不谋而合 那当然有意识的 我一直在靠边 经过我们情报组的一些追踪排查 当时 去到了这个嫌疑人车辆停放的小区 我去找到车了 就停那边 但是并没有发现有人缘在 这一辆车其实是一个套牌车 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呢 我们又一次联系了这个冯某 对案情做进一步的了解 你是通过什么指引对方的 就是说车牌号 没有 那是通过什么 身份证 对我的脸 你的身份证你之前发给他的吗 发给我 你聊天你可以发照片吗 在提花上聊天 好像不可以 那你怎么发弄的呢 我告诉他我穿的身份证衣服 你这不对劲啊 你刚刚说的身份证一下又变衣服了 快点说 你不要缝纫 你不要互动过去 你一定有核对身份这个过程 要不然你刚刚不可能跟我提身份证 是这样 我是觉得你跟他有一些其他什么渠道的交流方式 没有下去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要说实话 你现在是个受害者 你必须要通过这个法律的武器去维护你自己的权利 谈话之后呢 我们就马上通知他们去医院就医 随后我们查询了这两个人的身份信息 发现他们两个人在河南开封是有暗底的 我们赶紧通知他们过来 但是人已经联系不上 他们已经连夜离开长沙了 白色的车子 相比白色的车子 应该是启动一个对象沉默很明显的车子 这个车最后应该 贡猪公路环吧 应该是 这是往逐州去吧 对对对 我们查询到了嫌疑人明显的车辆 通过对车辆经济分析 发现车辆已经在案发后离开了长沙 往老家方向去了 而嫌疑人在老家也有生活的轨迹 通过这些数据分析 我们得出了嫌疑人藏匿的地点 现在我们就出发前往猪州 这种有钱客的人不好搞 就是因为他可能转真禅意 是的 现在我们现在掌握了其中一个 主要对象的这个人的路线点 到时候去摸一下 弄一单元 去看一下这个词在不在 相比 颜色是白色 在地点上 还要说一下 他还要推一顿 听得起是用一下 什么都对得上 这应该是没错的 上去听一下 如果里面还有声音的话 基本上就是在家里 女的说好都拿着半周末 但是说几个字的那种东西 绝对是个男的 反正闻多一点 主要是等他出门 那时候找他最好了 是的 敲门要是一下子敲不开 他是能抓到 就是怕别人把别人高兴 陈某基本也是瓮中之憋了 但是我们就怕贸然进门的话 让他通知其他嫌疑人 对我们的抓捕 有不利的后续影响 他只有这一个出口 市长 市长 明显就感觉东西吃了 都这么说了 没事 等会儿 有感觉怎么就快出来了 我看到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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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车车了 他看到车车了 我就慢慢地靠过去 减缓他的行进速度 确认是不是陈某本人在开车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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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到了红绿灯了 到了红绿灯了 当时这段路面上 没有什么车和人流 所以是我们最好的抓捕时机 因为我们在抓捕的过程中 一定要确保安全的持续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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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儿 我把车转看 拐弯了 拐弯了 起转起转 起转 起转 小ω 过学 跟我说 バ bu 快点了 Xia 你们干什么 谁呀 站我了我干什么 放줘 iff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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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x Pfizer 这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怎么你这么多天啊 怎么了 啊 现在还问我怎么了 上车 所以你带老婆是吧 你老公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要带到哪里去 什么事情 我自己具体我不告诉你 肯定是犯了事 他的这个事 你不要跟其他人讲 还有一些 有没答案 你到时候讲出 具体影响了 我们办案对他 确实不利的 开到桥底下去吧 嗯我怎么了 常说的啊 常说的 我别的也不问你 坐在哪里 啊 坐在哪里 嗯 还有我点名字吗 坐在哪里 嗯 还有我点不点名字 坐在哪里 到时候怎么来的 他们的 谁给你的 坐在车里面拿拿的 他们给我的 谁 谁给你的 讲清楚 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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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吧 我说 当时在现场对陈某进行突审的时候 料了是突然说 其他几名嫌疑人因为吸毒被抓了 我以为他是想要给我打个配合 讲给陈某听的 哪知道是真的被抓了 羊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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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在车里面的箱子 就是撤系毒被关机关抓获 刀是谁的 谁给你的 我在车里面拿的 我觉得没捅人可以说 因为金虎可以叫的刀 刀伤是怎么来的呢 不是我划到的 就是那个矮里面阿鬼划到的 你拿了刀他划到的 不是我呢 你可以叫那个人 这个人叫华属 这个人我确实不知道哪里去了 但是他肯定出的事也知道也毒了 我们在车上对嫌疑人陈末 进行了这个突击审讯 但是陈末呢也不知道 唯一在堂的黄码的去向 我们立即把它带回所里 进行进一步的审讯 苏折 明诚 你们警主的那个案子 人搞回来了 知道什么事情吗 你带过来吧 知道就是这个事 什么事嘛 就是我们几个人三连好了 去跑分 跑分是什么意思呢 跑分就是 对方用我们的银行卡收勤 他说是赌博的勤 我说不会犯法 不会被抓 他说不会 他是赌博的 然后给我们拿提成 他就是什么方式嘛 用暴力手段 打他吓唬他 然后把他的钱强行转过来 你觉得这叫什么行为呢 那刑法证定 这就是抢劫了 如果真的是正常去跑分的 你带导干嘛呢 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去黑吃黑的 黑吃黑黑吃黑的 你们当时是准备 就是说他转多少 你们就直接就黑吃黑吃 他们多少 是 全部是了 那对的 但是他们 但是没可以搞得怪 他立马把那个钱转走了 他在房地平 他说我们看不到 我们的人来的时候 他们请你转出去 只留一千二 他是说给我们的工资 工资按正程道理就是事情 然后我们就强行逼迫 他给我们转了 我们感到非常的吃惊 开始我们以为只是一个抢劫的案子 没想到最后是一个黑吃黑的案子 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很复杂 所以就找了审讯一个苏警官来支援 大家知道我们一坐下才问几句 他就像竹筒到豆子一样 什么都交代给听清楚 在审讯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巨大的反转 一到房间他们就把卡拿来 他就寄给他旁边那个小弟 他就跟中买去房地里面 把密码什么都交得清楚了 然后他就叫中买出外 他自己在房地里面搞 把门锁上 就算是什么 他就是商业机密 不会忘记 大概是一个多到两个小时的案子 我们的人一进来之后 就抢我 抢了个手机 然后里面就没有行了 只剩一行二了 跑了20万 然后我们就打算把工资要回 全部都要给我们车偷偷的贷款 说了一会儿 然后最后呢 要准备一些包装的费用 三千多块钱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那他工资也不告诉我 我懂了 其实就是当时在转的时候 你们是准备黑子 从进来马上又把他 那个转到里面的钱给吃掉的 结果从进来卖了 他那个钱已经转走了 只剩下一千二在里面了 开始抢 这个干涉就是 你看你必须要把这个赢得了 这个仇了 这个跑分的仇了 还在抢回来 对 可以把影 是你把影吗 他们带着刀是吧 有刀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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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来就是打算去黑吃黑的 工资也不够 然后我们就强行逼迫他 给我们转的年轻爸妈 本来他们是做好准备 奔着黑吃黑去的 接着帮别人洗黑钱的契机 把别人的黑钱装为己有 但是没想到 双方各怀鬼胎 最后操作的时候 抢钱的那一方慢了 没有卡准点 钱都已经被转走了 不仅没有吃掉黑钱 我们自己事先约定好的报酬 他们也没有拿到 反倒被别人给摆了一档 现在是赔了富永又折兵 那你为什么是抢了2,800呢 就是怕违法嘛 也是怕就是怕 就是怕违法嘛 你这样抢 因为这4000块钱 他们抢的是赢得的嘛 是自己的工资嘛 他答应的给这个钱 他自己身上有薪金 他给我们我们都没要 只要了自己本分的 你好幽脆 这个也是搞笑 你觉得这样就是 拿回自己赢得的钱啊 你本身你这个替别人跑分 赚这个钱就是一个违法行为 你这个钱本身的性质就是违法的 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 那还何况说是你们的酬劳 当时我们就觉得 他这个法律意识相当的淡薄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怎么呢 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4000块钱 他们是应得的 他一直在强调 我跟对方说好了的呀 我帮他们跑1万块钱 他给我们200块钱的酬劳 这个4000块钱是我们应得的 但是其实他不知道 其实所谓的这个4000块钱 他是违法所得 这个佣金也是不是法律保护的 以前没搞过这事啊 没有 为什么要去想一下 搞这个黑色黑色的路 没钱用啊 三个女儿 小的一岁多 就亲自做理发 然后理发也不好搞 没搞了 生活空中是你违法犯罪的理由吗 你事实坚决 有手有脚的 完全没逼自己努力去赚钱了 非要去做违法犯罪的事 经过审讯和侦查 我们判定主犯就是沉默 而且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我们已经对他采取了强制措施 另外几名嫌疑人因为涉毒 也已经被当地警方抓捕归案 报警人 冯某及郭某 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 已经被当地警方抓捕归案 等待他们呢 将是法律的继续 钢哥 忙什么呢 谢谢 刚刚那办完一个案子 这准备案件的材料呢 什么案子啊 搞得你焦头烂额的 一个网上贷款 你发的信仰抢劫案 黑是黑的案子 对 网上这个贷款 确实是有风险的 像电站案类 它都是打着这个 网贷的这个幌子 网贷投资了 网贷刷单了 哎呀 真的是房不胜房 真的是骗得太多了 好吧 手段就是层次不穷 花药百出 你看看限了那么多人报警 所以自己被电站了 你说竞争部 钱已经转出去了 我转了一万三 两个不同的战口 之前他那几笔钱都汇给我 就是后面这一笔 他就不汇给我了 我就觉得是诈骗了 你说他这笔有个什么 就是项目嘛 能挣钱 你有多少钱 你给我多少钱 我保证一个月给你 不到块钱的那个利息 刚开始我就给了他 13万5分 让我刷希望卡路网贷 都将近30万多 如果出去给他转那么多 这是一场持久战的 不用抓着道远 我是现在恨不得 把下去所有的人喊过来 告诉他们 如何预防电线诈骗 真的呢 其实我觉得呀 我们打击的这个力度再大 还不如把这个预防工作做的前提 是的 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公益组织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 让这些公益组织参与进来 来协助我们搞这个反诈渲染活动 就是上次彭哥去看 帮助我们顾刮老人的时候 我了解到 一个要往公益组织 专门搞了反诈防骗故意宣扬的 其实我们可以 把狭区的这些老年人 暗骗的受害人 集中起来给他们搞个宣扬 叫他们下载这个 国家反诈中心APP 所以有些诈骗方式 其实可以拦截 对 这个是最有用的 要不咱们约点人过来 我们一会儿分开打电话 可以啊 王爱琴 你好 今天下午有一个 反诈防骗的一个故意讲座 过来听一听讲课 你下次就不会被骗了 对不对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大家接受我们这个要求 来参加反诈防骗故意讲座 也很感谢大家 就是网络诈骗这一块 我们就是除了我们公安机关的 乔委队打击之外 大家平时也有这种 反诈防骗的意识 就是不接上电电话 就是别拉你去投资理财 你不要轻易去上方受限 不要轻易去相信 很多不打分子 他们都是打着投资分析师 理财大师 还有就是什么建股大师 防养老 他们就用这样的一些手段 先给你拉近距离 然后再去跟你分析一些股市 或者基金 之类的一些优势 然后给到你们行动的一个感觉 你们发现了这些案例的共同点吗 第二点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一定要把自己的钱袋子无紧 就是不转账 假设我们真的是不小心上当以后 第一个就是报警 我们要把银行卡立即冻结 请立刻转移 配合警方的工作 去把这个细节都给他收到 可以免得二次受骗 天心公安分局 波子接范出所 提醒您 警房电信诈骗 无诈星成 有个打架的警要出一下 好 有个打架的警要出一下 有个打架的警要出一下 好 这个电话号码是谁的 这个电话号码是谁的 六七八一 那你的是吧 有个打架的 因为我们说好了一起来后就好 好 那朋友发现到他一直不让我们走 怎么办啊 你真的骗了 你给我一脚 他还打我 提到哪一个 你自己提到我啊 你自己提到我啊 你别这样好不好 没事啊 我从来没有进过去 你这样没有输出的人 那走走 一起都说了 走了走了走了 走 提到哪一个 提到你哪里了 他起见我 你要教我吗 对 我们现在的 可以不 你是这样的 可以不 我问你 可不可以 我问你 可不可以 你得一样的重点的道理 不要重点的道理 重点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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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我现在 讲情况 你有没有提过 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 跟我们回派的所 把这个情况先调查清楚 好不好 你如果口头调查还还不配合 我可以强制调查 我现在请把法序跟你讲清楚 好不好 我不OK 你们不查什么证吗 查呀 等一下急什么 到监控去了 那可不可以 那姑娘什么证呢 姑娘什么证 姑娘什么证 上厕所上厕所出的证件 那查她们 我们现在调查这个事情 对不对 我扎调查了 已经派的去考监控了 还怎么样 走程序有个时间 那怎么呢 怎么呢 我现在是希望你到了这里之后 配合我们的调查好不好 很配合 很配合先做好 问你的时候 结果那个 我是不是一直配合 但是你的喉咙有点出声也有点大 那怎么样 你现在先做好 我是不是一直配合 你一直配合你先做好 我什么 你过来一直配合 先做好 但是 先做好 你是那个小姑娘 从那的时候 你带着姑娘 让我跟我兄弟觉得 你是不是给我 我们有兄弟 我们有兄弟跟着你们 你走得慢了 对不对 他们走得快了 那怎么样呢 怎么样 好了 好了 怎么样 不用 不用 没有 我看看 我看看你怎么样 你怎么对他们 好了 腰子来 腰子来 OK了 OK 你先做好 你先做好 你先做了 你先做 你先做好 你先做的好不好 你先做好 嗯 在演这个男子 情绪一直很激动 态度来也很恶劣 他觉得我们把他 带回这个派出所 就是偏台的女孩子这一方 其实我们并不会 偏台任何一方 来啊 你放开 我放开 你要再这样 你看 你是你兄还是我兄 我告诉你 你不见了 有情不热 不用打招呼 不用 没事 没事 你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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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冷静的时候 我又问他 他个不冷静 现在这里是一个 执法办案场所 对 所以我就要 我希望你遵守 我们这里的规矩先 没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先做好 你先做好 好不好 你先做好 我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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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打我自己应该不犯法吧 我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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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犯法 我喊我喊 我喊 他也曾 playing 不用我喊 我喊 那天就要打你吧 对吗 这男的怎么这样呢 警察你看 她又要打我了 拿她身份证 拿她身份证 你张开 他们已经登记了身份信息 现在是你要配合 怎么了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你怎么 为什么对她打扮 好了 要对了要对了 OK了 OK 你先坐好 我不要吵 我不要吵 你也滚蛋 你也滚蛋 你不要 拿着我滚了 拿着我滚了 派人下来 派人下来 把你脚的车扳给去开 去留 去留住 快来 现在我请你进车扳帮上去 配合我们的标策 好吧 你在这里想醒下酒 冷静一下 是不是有一点小事搞得很大 在派遣所里面寻找指示 是不是想留案的 当时这两名女子 登记了十分信息以后 这名戴眼镜的男子 他不仅不配合 登记了十分信息 还想再次威胁这两名女子 我们就第一时间 把她带到家伙伴去 兄弟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了 我是想用这种方式 让他去靠 然后就把他进去 监控管回来了 你们两个来认一下 确认一下时间段 在哪个位置啊 几点钟 我有关于我 我真的想要 一个人 我完全是在这前面还是后面的 你看看 有时候不要了 到这里 倒在这里 你自己倒下来 对 别人没有打你吧 对不对 我记不起了 我记不起了 我记不起是前面还是后面了 哎呦 你听到我一叫 他还打我 你自己说 你自己听到我拉着了 你别这样好不好 你从来没有进过去 你这样没有素质的人 38的时候在一个夜晚有拉扯 从你出来到你倒在这里的所有监控我们都看了一遍 你还有什么话说的了 不知道 他踢了我 那个时候没看到 他真的踢我踢 我就看他事 我骗人实际上 兄弟 有没有看到他们打人 没有 要有动手的话我们把他找得上 我们就会自质的 不可能就会图在我们这里被打的 真的 江峰现在我们都看了 那个你还有什么意义没有 没什么意义我们先回去 好吧 喂 江峰 喂 明哥 刚挪一去看了监控 那个女的说报警被打了 他没有被打 他都没动手 你先让他们自己谈一谈 给他们自己自己调节一下 到时候把双方都批评交易一下 要得了 我现在都在里面 我进去搞一下了 好好好 现在酒行都没有 要不要打扫他了 我的错 我的错 自锁里把你带到招办区里来 在我们单体棉刀室 影响我们正常的办案秩序 我的错 我的错 注意你们呢 往小的说 就对我们不讲实话 往大的说 就说点报家警 不好意思 给警察说 给警察在外面 没有人打你 为什么要说报警说被打了 搞得这么可怜 在拍手里这里哭哭啼啼的 你们现在到底要不要调节 还是给你们都留个案子了 保家警的保家警 选择选择选择 你们自己商量一下了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我们自己撕掉 别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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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错了好不好 我都不敢说话了 没事 我们其实都是 哎呦 太多了 他一直打给我朋友说不要他走 戴眼镜的男子确实没有打人 我们也调查了涉事的两名女子 是第一次报警 他们发生冲突的原因 就是男子想戴粉衣服的女子离开 但总是衣服的女子 就说要走就一起走 要么就都不走 结果发生了矛盾 事情的原因呢也很简单 也没有这些严重的后果 所以我们呢 也没有再追究男子 扰乱扫班秩序 和两名女子报假警的责任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这次教训 明白我们扫班的严实性 对不起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报警 就是一点点小事就报警 然后今天是我自己喝多了 我的错好不好 我也再也不给公安秩序捣乱了 原谅我们 我们不懂事 妹子 我跟你们说 任何时候 都不能把报警当开玩笑 更不能报假警 如果再有这样的情况 公安机关就要追究你的责任 你这里呢 兄弟 都跟你讲实话 我首先别的不讲啊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一点 任何情况下 只要是接着警情公安民进 到现场处置的时候 我希望你在任何时候 能够保持清新鲜的头脑 先配合好不好 我也有那么多的疑问 慢点了 没事没事没事 在我们解放夕 平均每天都有近百个警情 其实绝大部分 当事双方 都可以自己解决的 无事生事 最终的结果 就是自己把自己送进去了 好好的 好好的 注意啊 这里有个警压处 什么警 黄松黄虫 记得你赶紧去看下来 好好好 我们去看下 哪个房间 620一个房间 620是吧 你等一下 你跟我讲一下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你进来我跟你说 什么情况 我是特朗工 就是我跟他俩一直到这个酒店 他俩开了吗 然后推到门 谁啊 你去看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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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多大年纪了 21岁 他刚才又托到现场 我要脱了 我怎么洗脑 不准备 别说要洗脑 你的意思是等我晚了几分钟 这才是你俩反应不稍微的 讲这些 我就要洗个澡好吗 别别别 你俩平衡 你俩平衡上 拉着手抱着回来 我就不可能 对你做客气的 没有吗 你也不对 你能不能好好讲话现在 能 喝了酒没有 我这边在这儿 在哪里喝的 在酒吧 你哪里人啊你是 搞啥 怎么搞成这样子 我在跟他闹离婚 然后心情不开心 然后今天他一直跟我闹 然后我想离婚 他不肯离 然后我就跟朋友去喝了点酒 两个朋友吗 之前打了拉架 然后就一起喝了酒 有他没有吗 有 然后呢 然后送我回来 送你回这里 你从这里开了吗 对啊 我之前开了 一路跟着我们回来 还在门口呢 喝了点酒什么了 你什么时候开了吗 昨天下午了 他昨天又回家吗 昨天我没在家 昨天他妈说他在家了 对 你等下看一看 开房间路里 是吧 我就先帮你看见那个 房间 你把你 右二零房间的 这个开房的 这个 记录条给我看一下 好不好 这个女孩 这个不是吧 你等下来把监控调出来看一下 好吧 谢谢 来了 就是他 就是他们两个 我都要查一下 我走上去 当时我们调看了酒店的监控 监控显示 他们是没有过分的亲密举动的 但是男子情绪比较激动 一直在跟我们说他老婆婚内出轨 我们担心双方会发生肢体冲突 所以就决定先把这三个人带回所里面 他们也找他 很难看 都会说 我们不拍照 你不拍照 来了 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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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这里 走 三个人 就在那边 收到到那边 来了 打算 到这里 别人发的同时 他们在这儿喝酒 跟一个男的 然后我刚赶到 他们跟你老婆 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反正是去年11月21日 今天半年 你死了也是新年婚的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因为之前我本来 我也是一个老婆 我俩也是经常吵架 他人家很喜欢打个酒 我一直管他 他朋友怎么只让他 去打个酒 我就不让他去 其实你每次瞧瞧 就是一个过程 之前离婚是他提出来的 因为我打麻将 然后他提离婚 然后我们去提交了申请以后 他后来又来哄我 什么的说不理 但是我已经经过 这个我撤你死心了 我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了 听你老婆说 已经是提交离婚了 对 是吧 就是因为去毒气 然后去提交了 提交离婚申请 然后自己喝酒 然后认证 你跟我讲实话 你跟今天玩 这个男的是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一起喝酒的朋友 今天一起喝酒 然后送他回去 那你又走了 送他回去 可能进去 你今天晚上发生了关系吗 没有 发生过关系吗 没有 你跟你老公还有感情的了 没有 还有感情的了 在没有今天晚上 他哪怕他今天晚上 那个男的把他送到酒店走 我觉得还会有 再怎么一个男的 我感觉这点酒店喝 在现在最低的 已经这会儿 两个人在一起 很有可能的了 去找你逼婚的程序了是吧 你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结婚了 你发现你的老婆 是的不 是的不 所以你要换位思考 懂不懂 他们在离婚阶段 离婚阶段 离婚没有 是的不 他们名义上还是夫妻的 那你这个行为 是不是不妥当的 是的 虽然处在离婚的一个冷静期 但是你跟他现在还是 法律关系上的夫妻 既然是夫妻 那就还是要 对彼此的留有一点尊重 对不对 我相信你看到过 那网上面很多报道的这种新闻 夫妻间 因为这个离婚什么东西 最后那样子的那种惨剧 我这也是为你好 他们这边 走他们的离婚手续 你还是要保持点距离 保持好普通美的关系 离婚之前 不会出现任何热游戏 没有任何问题 没有任何问题是吧 对 这样子 你等一下还是跟这个男的道个歉 我给他道歉 我给他道歉他不会接受 你不管他接不接受 别人心里面憋着一口气 还是态度好一点 好吧 来你们二位进来 坐吧 你们先在这里坐着 都冷静一下好吧 就会让我来 在一起 是的 是的 智CR 有负用 行李 是 啤마 傅 会 收宝 回宫 receivers 或者乖 是 他的 你的 合 我以为蕴球的蜜蜜 大王福 这什么东西 我是安静的 谢谢 我跟今天王这个男的是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一起和酒的朋友 离开之前 服务全家的女人 每天都时间了 还有你爸爸要乖 对啊那个我帮他死了 他要怎么样去挑 要你钱一分给我 他要怎么样 他可能就是买不钱 放到电话的门都是 表现一分别乱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 他有什么要钱 你要不要钱 带着你以前没有人给你 我的就是你了 我的一切都不你了 我的秘密是什么 你又会自己 你又说话 他怎么会知道他跟着我 要过去台湾 他躲到我们就是晚上 躲到什么 吃饭可以吃饭 人家就不接受现在是不到两个人的介绍 你要过走来封以后 是走落打以后就可以好一会了 是吧 一会了之后我做一会 那这个以后就知道二十万 我走一会儿就走一会儿 你走一会儿就走一会儿就走一会儿 这怎么办 这儿是吧 刚才是一个玩的七星 是不是这样的人 三十六天 我也学习 习惦罢 习惹 他们说不出门 那你搬 Andrea 我跟各位讲一下 首先呢 我觉得你需要跟这个大哥说什么对不起 对不对 不用 行那就不用好不好 那这样好吧 那你就先回家 先走吧 那现在就很紧密切地坐在这里了 两个人讲聊一聊吗 你是不是什么呢 跟你家里边坐点说话还是什么 我过去来说什么 给我一个说话 这个时候财笔都不得算 肯定啊 财笔 实话是吧 嗯 估计是结婚这两年生活在你没给过我呀 所有都是不说买的 你这我都只是这样 你是对我经历上还要上来的 真的还要我给你精神陪上车 肯定 那我就这样我告诉你 就把这个事好好地给你解决好 要不然肯定善掉你 两个人结婚 工班是我做 碗是我行 家里卫生是我搞 你已经跟人说三十块 成文费不过分吧 那就可以了 你得接受这几年 我都行去 在哪 在哪 对 现在已经弄成这样了 你已经把我的点 踩在地上才能这样 等我都应该再给你留一点点面 行 那就把这几年的车上进去吧 可以了 可以 只要这个东西拿到保验 保验说它有效果 很有效果 我认了 这个东西是你们夫妻之间自己的事情 如果实在测不清楚 那就走法 又成熟 但是我在这里提醒你们啊 不要因为个人的情感纠纷 影响到了公共的秩序 或者伤身到肢体冲突之类的 那样触碰到法律的话 也面称治安或者刑事案件 公安机关将依法 对你们的违法行为进行打击查处 这个婚间里面的问题呢 肯定不是一方的问题 双方肯定都有问题 但是这是你们的家事 家手不外扬 我在这里也不读问 既然没感情了 那就快到咱乱马 把该处理好的事情都处理好 在离婚正来之前 都还是法律上的夫妻关系 做什么事情 都想一想对方 也想一想自己夫妻一场的 不是情分也是缘分 没有这会儿 没一点情 他已经把我牵扯成这样的事情 自己妈的 我说的还是给留一点提 那这会儿已经不留了 他怎么想过我 爷爷现在给你把这个事情接着 对吗 姐姐 好句好声 我还是说句话 好吧 谢谢 其实感情这个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 我觉得其实不管是情侣之间 他们面临分手 或者说是夫妻面临离婚这种情况 我觉得双方都应该平静下来 面对面好好沟通 不要去诋毁对方 也不要再去践踏对方的尊严 给对方都留一点最后的体面和尊严 在本集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多意外之外的情情 或因为一己私欲捏造事实 他一直打给我朋友说不要他走 或以醉酒为借口 以为可以避重就轻混淆概念 我要活了我不醒了 你的意思太等我晚了几分钟 看你俩把衣服偷了 或因为家庭教育缺失埋下隐患 而且因为我们一个人商量好了 去跑分工资也不够 然后我们就强行逼迫他 给我们转了两亲妈妈 大家所看到的事情转转 他在意料之外 却又在情谊之中 归根结底 就是人性当中 一是侥幸与对生活 对法治的不以为然 意外的是警情 不意外的是最后所面临的惩罚 与付出的代价 校园补法活动 让法治走进校园 这个反账就是说过来说过去 其实无非就是和转账和钱是有关系的 如果家庭的话 他肯定可以把我握手 正在我来的一刻 转 感谢沃尔沃汽车 对本次活动的赞助支持 沿途由你 沃尔沃为你保驾护航 为爱与生命 不准够够 请进去检查室 你好 公司就拍子坐 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是在夜里 当别人已经输水 你们却被唤醒 数不清的案件 像一张拍不完的电影 你工作这么久了 却没好好上过夜景 被寝室的窗 特点就是没有被子 紧张是零件三点 还有人在门口对峙 出镜丝五十四起步 每天都累死 直到天暗室吃饭 带走想着忙啊 这次你说你没有想过 什么假若 有天不干这行 那是否也能靠过 你说穿上了金服 就该勇敢而非软弱 说你们必须有着超出 平常人的胆破 你都有把握 除了家里的亲人 有时候一个月都见不到 也心疼 你说儿子的世界应该更加广阔 而你能给予她 都没有陪伴只有精神 像风 像风融入了夜空 空气般在身边守候 坚定的双眸 不颤抖 不放手 你就像风 我就碰到你摄涌 你说你不是下英雄 柔和的普通 总是匆匆 就像风 你也想过警察 这只也对你的依偎 每天的工作不经饭中 还有细碎 不提的多少滋味 一个暗色配调聚会 但心有通知 你制约睡点都还没许飞 忙的时候 让同事带份炒饭 这么久了 你也算是深情百战 也有一些事 你总是忘了好吗 比如解决安静 后他们的笑很好看 你望着晚霞 没空和一晚茶 有新的安静 需要你现在就抵达 也有期盼会对你的工作找查 再能处理的事 你也只不过要惊讶 你抓过毒蚌 也见过人间烟火 流涂在颠簸 你都依然站在挺拔 你见过多少的灵魂流离失所 你说要成为守护解放 吸退人民警察 相风 相风融入了夜空 空气般在身边守候 坚定的双眸 不颤抖 不放手 你就像风 我就碰到你汹涌 你说你不是像英雄 柔和的骨头 总是匆匆 就像风 作为一名警察 我对目前的太平盛世 倍感珍惜 每一次疏导交通 每一次处理交通事故 我都能够感受到 这个城市对我的需要 二十年跟你们在一起 当个警察 我没有获过过 本节目由北欧运动 航华轿车 沃尔沃S60 独家冠名播出 我会 regionais tres 冰冰冰女 自 满车停滑 看他 小心 84 八十四已经达到了最久加车了 你先把你加证实拿给我看一下 别激动 那你最近不就在我手里扎的 又是老熟人了 你把自己送到我们面前 现在把自己回家送到老里去了 完了 好多了 要洗一点好多 喝了多少酒 喝了很多酒 去哪里喝的 我都喝了 来都喝谁 哪里了 真有这种 感觉浪漫吧 我在屁股楼上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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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什么 喝嘴 这牺牙是喝了喝酒 感觉有点像疼 我一个小鸡喝酒这么疼 我一个叫声叫什么 喝嘴这么不严厉的了 你把火烧看一面 散开一面 我委屈